可是其實做那個很快啦 就是好玩啦 自己做得很開心 你就會覺得小孩 因為要長大 也不會想要這種便當了 就只有這幾年就回憶 可是這樣就是等於是從小 就是那個同儕的壓力就好大喔 就是我不會擔心 如果我是小朋友 我就會擔心說 媽媽姐姐姐妹妹 那會不會不夠卡喔 那會卡配置 都會壓到她 茵茵那現在比如說納豆 現在正在慢慢的復原當中 你需要給她更多 儀式改的東西嘛 讓她就是很努力的復健 對 超多 因為其實是每天睡前 我都會幫她按摩 全身按摩 就是肌膜腔 就因為她現在不太能去 別人按摩 因為身上有儀器嘛 那我就會幫她全身按摩 然後她就會 我就會說 老闆來 我幫你按摩 然後現在她選 然後選精油的味道 然後幫她用肌膜腔按摩 然後或者是睡前 可能要量血壓什麼的 我就會說 老闆秘書來了 可以幫我量血壓嗎 然後我就會這樣量 所以她就會覺得 每天是小小的舉動 很開心 她都會笑是不是 對 她都會笑 然後像我們睡前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 我會牽著她的手 然後我就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不是現在而已 是以前 她說錄影好累喔 今天遇到誰很不會講話的 她就一直講 誰很不會講話 沒有 沒有 類似 可是Patrick吧 他就講類似這種 然後我就會陪她聊 她會講阿K的壞話 不太會耶 還好 她不講明星壞話 不太講 因為我覺得女生比較會講 男生好像過了就過了 她會嫌棄說 便當來不及準備啦 這種 但是比較不會講 或是說今天抽菸的時候 遇到誰 哪個人很好玩之類 她都會講一些比較開心的 然後我們就會講 然後睡前的時候 我一定會說 好愛妳喔 就是有妳真好這種的 每天都會講耶 到現在她每天起床 我覺得說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可愛的生物 躺在床上 這是真的喔 可是她 並不是因為她現在 需要這些鼓勵 而是妳發自內心 從以前就會這樣 這樣會很累啊 不會 我覺得 就是妳只要講一句話 就會讓妳之後就會省事 妳們就不會吵架 更不累 真的是一句話會省事 因為我曾經就是有想過說 好 週末沒有工作 然後我要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煮飯這件事情 因為很難得公伙不在家 那一次我就可以說 她竟然回我一句說 這一句話我就 再也不進廚房了 所以都是妳老公毀掉一切 我覺得不能說毀掉 她是比較務實啦 那妳願不願意學學一一 就譬如說回到家說 天啊 怎麼有一個 那麼帥氣的背影 就離家出現 不是 妳玩手健康好有魅力喔 對 越玩越帥了 妳不願意嘗試嗎 妳問我說謊嗎 那是儀式感 這是儀式感 我想愛情上面需要很多儀式 有人說 天啊 妳真的很會打遊戲 怎麼關關過啊 對啊 我都可以做投入 湊到後面一起看這樣 對 我也會 這個我可以試著 妳試試看 好 我試試看看 看它會不會好一點 但會不會越鼓勵 然後導致它越來越常玩手機 然後就真的出現了 變超像的 對 妳不是說我這樣很帥嗎 對 演了 我剛好討厭 不放下來 對 要花想在對的地方 對 所以妳要我說 我是說沒有辦法 對 所以妳們有沒有 其實在愛情當中講了什麼 或是做了什麼 然後整個就是愛情升溫 就我們也會有一些 像那一類的儀式感 就是我們會玩一些 小遊戲在家裡 就像我 不平常 就我 妳幹嘛 我一個混鬆也可以玩啊 對啊 對 就比如說 我們不會直接說什麼 妳真的好可愛 好愛妳 這類 但我會問她說 妳是不是有話想對我說 然後她就會知道 她要說什麼這樣 然後她也會同樣 她會說什麼 她就會說 我真的很愛妳 誰…這樣 對 那也要有默契 就是但是已經 就是長期以來都 妳是怕妳問出來 結果最後都很抱 因為我問我老公 我說 寶貝妳是不是有好好跟我說 對 他說 她會說 什麼 這樣說 所以妳覺得會是有怎樣嗎 她以為做錯事了 不要吵架 沒有 沒有 這樣培養一下好了 就是久而久之 她自己就一定會知道 而且她還會就是 之後還會越來越多 她可能還會開始握著妳說話 對啊 很可愛的耶 會 我最近玩到一個新的遊戲 可以教大家 沒關係 好 妳要問我在幹嘛 妳在幹嘛 什麼 我在乎 要先呼一口 請問一下她在工作中 工作中 工作中也可以有儀式感 儀式感 請問一下很可愛 金老婆也應該有吧 我真的超有儀式 我在乎妳喔 我在乎妳喔 我們要改成對 改換妳工作中的儀式感 誰有 對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妳只要有蠟燭就可以了 因為剛剛S姐不是有講說 為什麼要儀式感 因為妳去想 往前想那些日子裡面 每一天其實都會忘記 可是妳就有某個點 妳會記得 那就是儀式感很重要的地方 像有一次我老公 他有一次回來很累 就幾年前吧 然後我就想到以前的人 有一個宗教儀式 就是有火 然後我就把蠟燭點開 然後把燈都關起來 就是一個蠟燭 然後我就說 來 現在說出妳的煩惱 然後我就看著她的眼睛說 其實這一些 就像眼前的火珠 妳覺得這個煩惱離妳這麼近 是因為她現在在妳的眼前 幹嘛笑啦 然後呢 然後呢 但是當妳把這個視角 往上看的時候 其實這個煩惱 都一點都不重要 對 然後呢 妳就是 妳就是剛才跟她講 就開始她的覺得 有點像催眠 就開始有點黃黃呼呼 然後說 來 現在把妳的煩惱 吹一口氣把它吹掉 然後蠟燭熄滅之後 我們把燈打開 她就 真的嗎 真的嗎 妳老公有這麼好控制 而且才剛回家 對 而且從來沒玩過 不會覺得我瘋掉了嗎 這個也會覺得超級棒的 然後妳就會發現 這個儀式感過後之後 因為她其實也想被妳催眠 然後妳就會把她 心中的那個感覺 把它帶出來 對 經老佛也是 也在工作中的儀式 我比較就是重視是 工作方面的儀式感 就是像說工作呢 就是對我來說 有一種 自己的存在感的那種 就是一個 就很重要的來源 所以就是家裡 我都會就是 擺這些 紫水晶 粉晶 白晶 黃晶 我什麼晶 全部都要就擺好 對 因為你知道 就這些東西是會就是 幫助我的運氣 我的補運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每一個 就是家庭的角落 都會就是水晶 然後這個水晶 要點蠟燭 對 點蠟燭 然後就是它會就是擴箱 然後這個是我的工作的後面 這工作就是公司的後面 你知道嗎 我的普普是個 就是職位讀書 就會看這些東西的人 所以他會是說 我們今天即時 就是會時間 即時一時 告訴我就是即點的時候 你就開三十分鐘 或者是一個小時 每次都不一樣 時間點都不一樣 就是叫我就是點蠟燭 就是會幫助我 就是一些 對 放送也好 就是工作上的就是加持也好 就是像這樣子的儀器 就是會讓我就是 整個就是很開心 就是你知道嗎 就玩這些東西就很開心 而且很香 就是幫助自己 環境是香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回到家 看到兩個小孩 在那邊蹦蹦跳跳 就開始壓力很大了 很大的時候 那該怎麼辦 我就是要用 一定要的 對 一定要的 但是我們女孩子 也不能就是隨便吃 就是一定要壓力 不然明天壓力更大 對 沒錯 所以我每天都是 用這個東西來 就是塑藥我一天的壓力 它是 你知道嗎 女孩子都非常喜歡 應該是男孩子也喜歡 就是巧克力 它不是普通的巧克力 那就是72% 機能性巧克力 就是72%意思就是說 裡面有黑巧克力的成分 在裡面 喜歡 我每次就吃飯 或者是一些 就是想吃甜食的時候 我就會拿來吃 就是那個巧克力 我今天就是給大家 放放看 可以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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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漂亮 然後就是它 請各位有儀式感的人 吃得有儀式感一點好嗎 好 對 一心儀式感要怎麼吃 因為我拿著很漂亮的碟子 然後再放一杯 真的 我家有放巧克力的碟子 對 這個是蓋子 好啦 可以 可以 你這樣 放一下 對 很香 好香喔 很香對不對 還沒吃就好香 它其實是 就是吃起來的口感 是因為其實 當然是黑巧克力的關係 所以有一點苦 但是吃完之後 有一點甘甜的那種感覺 不能放在這裡 你要放在裡面 你看 我心上一吃 那塊巧克力 就變得很有儀式感 然後你點個 那個就是放個 小小杯的威士忌 你有沒有覺得 你就是一盤 有威士忌 家裡又有威士忌的時候 配酒 然後配黑巧克力是絕配 然後再點個蠟燭 對 因為裡面 就是它非常 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來自 法國專利的 複合柑橘 即就是 光拿拿萃取的成分 它會幫助我們的 新陳代謝 完全是不會 囤積在我們身上 一些就是東西 所以很快 就代謝出去了 然後 我也是常常 就是跟直播的時候 直播就變拿著 就是巧克力 跟那個紅酒 紅酒來搭配 你知道嗎 你看起來喝很多耶 紅酒 你看 好有儀式感 有一天 就是新美姐 對 新美姐 而且整個臉 是已經紅了 妳都紅到爆了 你知道嗎 好有儀式感 有一天就 我是只是直接吃 但是新美姐跟我說 其實它就是 跟紅酒配來吃 是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搭配來吃 天啊 真的是好搭 真的嗎 真的很搭 就是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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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吃 小姐 不要走過不要坐過了 小姐 我也知道 很友善 很友善 小姐 對 小姐 不要走過不要坐過了 一定要喝紅酒 小姐 我也知道 就是姐姐 是不是很喜歡就是 我也想嘗嘗 對 你知道嗎 就是搭配就是巧克力 就是真的是很搭的一個 就是方式 然後也不需要就是 一些其他找食物 就是找直接搭配來 就是吃 真的是很療癒的一個東西 然後它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成分叫做阿拉伯糖 這個呢就是糖分呢 它是跟一般的砂糖不一樣 它是天然的糖分 所以完全是就是幫助我們身體 不是說害身體 所以我們的醉油感 完全是不會有的 我覺得那天拿太久 我幫妳吃掉 我也想要再營養 對啊 真的沒有錯 意見妳幹嘛 妳要分 妳要分 又吃 而且我最近 我最近好像有看到一個報道說 十二種食物裡面 最營養的 其中就是有黑巧克力 是 沒有錯 就是真的是 但是人家說說 越黑越好嗎 其實是不見得 營養師都是說 七十二%黑巧克力 是非常對我們人體 很好的一個部分 不一定要全黑 對 不用 所以七十二%最好 所以七十二%是非常好的部分 問一下熱量高不高 它是妳知道嗎 就是一片 就是二十二卡而已 所以就是 妳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 運動 對 我也是 很美 對 是妳 妳是我 天啊 妳是筋肉人喔 妳是有在比賽喔 怎麼練成這樣 妳看起來不像筋肉人啊 對 對 就是我 就是肚脊的部分 因為妳知道嗎 媽媽 媽媽就是 一開始我運動師 就是為了就是體力 因為帶小孩 沒有體力就是很快累 但是還是很想吃東西啊 也就是用美食來 就是補償自己的壓力 但是我開始吃巧克力 越來越體態非常的 就是我就是很完美 根本不是妳啊 這是我 這是我 所以妳現在脫掉就是這個身材 是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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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做得太大了耶 就是從她的穿著打扮 包含愛吃巧克力 對 完全看不出來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大家都以為是 很猛 吃巧克力會不會膨膨 會是真的是幫助我們的 所以妳可能心靈的壓力 紓壓 然後身體的幫助 都會就是有優募幫助 而且好像好的巧克力 妳下午的時候吃啊 就會覺得精神比較好耶 對… 對… 瞬間心腦的感覺 所以真的有在做體重管理 譬如說像我在做168 那種飲食控制的話 是不是就很適合吃這個 超適合 因為一流吧 我們空腹的時間越來越久 然後就是在食物的那種 就是好想吃啊 可望… 可望多很多 妳一開始就不要先進食 就是拿著吃巧克力來 就是先準備 我要就是進食的那種動作 然後就是身體這樣嗎 就是已經開始 我要進食物囉 然後食物吃完之後 就把它代謝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變得很棒耶 好棒耶 好棒啊 這個巧克力 我覺得生活上面的儀式感呢 對於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 你現在喜歡點一個現箱 放一個水晶 有一些人呢 可能喜歡泡杯茶 然後點個葉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 各式各樣啦 謝謝 開心就好 希望鬧鬥趕快回來 謝謝 謝謝… 謝謝… 王大變了